哈喽大家,我是珊珊 我之前为大家总结过宝宝的一个月爱用品分享 现在我们家宝宝已经五个月了 我想结合一下宝宝三到四个月的发育特点 为大家总结了宝宝的三个月爱用品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的话,请订阅 我会随着我们家宝宝的生长 为大家不断总结宝宝的爱用品分享 以及分享一下宝宝的生长生活有趣的小细节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看一下我的其他内容 比如说带宝宝做运动 以及宝宝吃腐蚀等内容 那首先就是爬行垫啦 宝宝很小的时候就需要做胎眉运动 在他刚出生的时候 医生就建议他每天要爬大概五分钟 那在他满月的时候 医生就建议他每天至少要爬三十分钟以上 这样可以很好的训练宝宝的脖子 上肢以及腰部的肌肉 因此爬行垫是每个有宝宝的家庭的 必不可少的一件物品 另外爬行垫可以帮我划分出一个 专门为宝宝准备的干净又安全的区域 我会经常在这个地方做清洁和打扫的工作 保证宝宝有一个舒适安全的环境 我们家选用的是baby care的爬行垫 baby care有很多种颜色和花样的爬行垫可供选择 那从我本来的角度来说呢 我是想选一个颜色饱和度偏低的爬行垫 这样子的话拍照比较好看 同时的话哪里脏了我会很容易的发现 但是宝宝的小时候 他的视力还是一个快速的发展和发育阶段 他会对高对比度的颜色比较敏感 因此权衡之下我还是为我的宝宝选择了一个 有绿树有蓝天的小动物发行垫 那第二个要推荐的也基本上是 每家每户都应该备着的东西呢 就是这个儿童的摇摇椅 儿童摇摇椅有好几种类型 比如说我们家的这种是bunzer 还有那种swing还有rocker 那这几种从字面上来理解的话 bunzer的话就是上下摇动 swing的话是左右摇动 而rocker的话就像是这种木马式的 这种前后摇 那bunzer的话是可以帮助宝宝去发展他的平衡感 平衡感对宝宝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在宝宝一个月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可以把宝宝放在自己的腿上 轻轻地上下晃动 帮助他去发育他自己的平衡感 那同样的话除了你带他去在腿上晃 然后或者带他去做飞行姿势 也可以用摇摇椅来帮助他去发育这个平衡感 那我家宝宝是很喜欢坐在bunzer上的 在他的小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他坐在bunzer上 静静地看我们吃饭 但是不同的bunzer根据他的大小 他也有一个不同的生命周期 比如说我们家这款bunzer只能用到宝宝18磅的时候 也就是对我们大宝宝而言 也就是他四五个月的时候就用不成了 那第三个要推荐的就是这个性价比之王 Fisher的Piano Gymnet 宝宝每天早上起来心情很好 他可以躺在这边玩半个小时左右 有时候会看看镜子里面可爱的自己 有时候会玩一下这种吊着的各种的小铃铛 然后还有的时候他会踢一下这个Piano 自己创造出美妙的歌曲 那要说这个是性价比之王 也是因为这个产品基本上每一个部件都是可以单独使用的 比如说他带两种小铃铃 宝宝经常会抓着它然后摇来摇去 有时候也会把这个东西放到嘴巴里面去啃一下 而且这两个小铃铃是非常便携的 有时候宝宝出门玩的时候 或者说睡觉的时候他也会喜欢抓着 这个Piano Match的话 它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垫子 这个垫子是可以放在洗衣机里面去清洗的 那这个垫子是有一定厚度的 我觉得它是有一定的防潮功能 因此我们去公园玩的时候会经常把它带着 有时候会把它放在草地上 让宝宝在上面躺一下 看看蓝天 而这个Piano Match上配的Piano也是可以单独拆卸下来的 据一些大宝宝的家长说 他们的宝宝会经常把这个Piano 拎着在房间里面走来走去 下面我要推荐的就是宝宝的床铃啦 这个床铃颜值高 功能还特别的齐全 可以播放音乐 晚上还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小夜灯室 那当宝宝早上醒来的时候 看到这么漂亮的床铃 在它的上方晃动的话 可以充分的吸引宝宝的注意力 让宝宝可以安静的在床上躺更长的时间 那下面要推荐的一款产品呢 就是宝宝背带了 我之前有使用过一个专门给新生儿使用的背带 那个背带整条感觉是更加软 对新生儿的包裹更加好 但这个背带的优点呢也非常的明显 这个背带的话是可以从宝宝出生期 一直用到宝宝四岁为止 那同时呢 这个背带它有多种这种可供选择的这种姿势 可以将宝宝背在你的胸前 或者说宝宝的脸朝着你 或者说脸朝外 让他去看漂亮的世界都可以 那这款背带除了出门使用非常方便之外呢 在家也是我的一大利器 在家的时候很长的时间 我都是把这个背带系在自己的腰间 同时不加上面的这个照住宝宝的部分 把它抱起来或者把它放下去的话 会非常非常的方便 同时的话 它可以帮我节约很多的力气 因为我们家宝宝真的非常重 现在大概也就是五个月的样子 它已经有20磅了 这老母亲真的是背不动了 那同时呢 当我把这个腰带放在自己的腰间的时候 把宝宝放在自己的胸前 还可以帮助我解放一只手 这样的话我另外一只手可以用来看手机 换新闻或者说看视频都可以 非常的方便 那现在除了一些宝宝的爱用品推荐 我还要推荐大家可以买一些书籍 随着宝宝的年龄增长 宝宝的注意力开始变得越来越长 为了培养宝宝的阅读习惯 我们现在已经每天带着宝宝阅读一些故事书或者绘本 我这边买了蛮多种的这种故事书系列 同时还为宝宝的书籍买了一个漂亮的小书架 比如说我这边有一套迪士尼的故事书 它的包装是这样子的 然后这里面有非常经典的迪士尼故事 比如说皮诺曹 那这个书籍的好处呢 就是它都是经典图书 不仅我们在给宝宝阅读的时候 宝宝会有兴趣听 我自己也是第一次阅读迪士尼的英文原版图书呢 那还有一套是非常有名的Dr. Seuss的绘本 那它的包装是这样子的 我买的也是一个套装 那这些故事的话非常非常的简单 虽然看起来这个书很厚 但是一样里面的文字部分非常少 同时它的画面又非常的生动 有时候可以带着宝宝一边读其中的文字 一边用手去指着对应的画面 然后跟他讲这是其中的哪一部分 除了刚才的这套Dr. Seuss的绘本 我还有另外几本硬卡纸的绘本书 这些书可以帮助宝宝熟悉不同的身体部位 比如牙齿的这本书 就有教小朋友要爱护牙齿 因为牙齿对说话和吃东西都有帮助 如果不小心丢失了第二套牙齿 就再也不会长出新的了 那除了刚才的绘本的推荐 还有一本书恐怕是很多爸爸妈妈都已经选择了 就是Peakable Forest 那这本书是一个全部的书 然后如果你觉得它脏的话 是可以把它放到洗衣机里面去洗的 我当时买回来之后第一件事 就把它扔到洗衣机里面去做一个清洗 那它的一个互动性是非常强的 然后每一页打开都可以把这个响纸 拿下来之后就可以看到小动物在里面 同时还要配的文字 帕帕帕帕可以给它读文字 然后让宝宝们开始认识到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 让它自己翻翻的话也会觉得比较有趣 那除了书籍的话 我还要推荐一个小东西 就是这个曼哈顿球 那这个曼哈顿球我是买了两款 一个是小的一个是大的 后来我发现这个大的可能会更好一些 因为大的话它这个很细 所以宝宝它的小手会很容易去拿捏它 这就是我今天要做的宝宝的三个月 爱用品分享啦 这里面的所有产品都是我们买了 同时使用了一段时间的产品 那通过我们的使用过程中 我发现这些产品非常好的满足了 三个月大的宝宝的一个日常需求 那如果你对这些产品有兴趣的话 可以点下面的信息栏 查询这些产品的链接 如果你喜欢我今天的分享的话 请给我点一个赞 然后如果你还没有订阅的话 请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次再见 I can see him and he sees me Our eyes see blue I know a z-lock behind the clock